廣場噴水池不斷溢水 大批民眾快跑離開 貨物箱像骨牌一樣 一個個接連摔下 最後坍塌全軌 正在逛超市的民眾 更是整個嚇壞 放聲尖叫 倉皇逃離 南美洲厄瓜多南部海岸地區 18號正午時分 發生規模6.8強震 好幾棟建築物嚴重坍塌毀損 路面散落碎石瓦力 汽車也寸步難行 昆卡市更有轎車遭倒塌牆面壓垮 據瞭解這次6.8強震鎮央 距離瓜亞斯省巴勞市29公里 深度65公里 油荒威力強度十分之大 死亡人數至少13人 所幸並未引發海嘯 相關單位正全力救援當中 在新聞 黃泉宜報導 H olho十分之大 雲倒�ody